有啦 歡迎出發 歡迎張大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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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鼓勵 原翔 再拍照 再拍照師我們要歡迎 全部來到我們現場的各位主唱老師 要一次地跟大家問候和認識和打招呼 我們歡迎一次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哈嘍哈嘍 大家好 哈嘍 大家好 我是電影昏壽的導演 胡帆 大家好 小蝸 大家好 我是張兆輝 大家好 我是 趙燕國家 大家好 我是演 楊琪的鼓勵 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郭敏儀 我是楊佛仁 哦 嘿 嗯 大家好 我是演員演講 困獸 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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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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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歡迎幾位主唱來到我們成都 這一站的影院 看了電影之後覺得好看嗎 好看啊 在電影當中我相信大家感受到非常激烈的動作戲的部分 同時也拿捏住了很多細膩的情緒 所以接下來也想聽聽大家看看 關於這部電影看完之後的分享啊 關於電影的橋段或者角色 歡迎大家分享給我們聽啊 來我先請第一位 好 來我先請這位女士啊 好 你好 你好 我是來自重慶劉小姐娘秘琴的中漢的肯司 你好 我現在稱呼你為資深深圳 小姐姐 我稱呼您這位女士林貴姓 我美美 美美 美美 美美美 准备 好 我们是Jackster 神经有学友的 我们很爱他 为他流泪 为他着急 为他哭 爱Jackster 不小心 不小心美姐姐 您慢慢说 还有就是我们的陈华导演 真的是很有勾底的一个导演 我这电影的欣赏 不是很精致 但是由于陈华导演演的 做了一副品质很优扬 让观众们能看得进去 在90分钟内 把故事讲得非常的好 很牛踏 扣人心弦 引人入圣 还有很多词语 多不少赞美啦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那一把时间留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谢谢您给我们开了这么好一个头 小王 我爱你 谢谢美美 谢谢美美 好 我爱你 你说不愿不欢 谢谢 谢谢 我想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今天是带着电影作品来到成都的 所以还是很想听到 你们关于电影当中的桥段的一些分享 如果有想出场电影部分的朋友 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可以再说一点电影的感受 我们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感想 再传播给更多的人听到好吗 好 好 那我们 我们 那个 你好小王老师 你好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电影 我最喜欢的一个桥段就是 后面那个反转 就她的姐姐原来 不 她的女文 原来是这样被杀的 我觉得 我天哪 当时我就 我表情我80% 我看这个电影电影的表情都是 下巴掉下来 对 是这样 然后我想问她您 我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 然后我是学表演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 您对于我们这些 正在学院的一些电影表演生 是一个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你问我还是问她 你 你两位 这个问题好在吗 这个问题太广了 你知道吗 太广泛 所以你 我们让导演来 来 导演分享一下 对于这个 青年的这个 表演生 有什么主托也好 你是 你是 导演戏还是 你是 表演戏 表演戏 其实如果你是 你 你准备单演员的吧 那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其实你们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导演 可以每次提出一个要求 这个 我们当导演戏 还是根据什么来提出一个要求 你有没有想过 不是 如果 我参加这个监控戏的时候 我先告诉自己 我已经不是演员 我只是一个观众 所以我就一直看着 你怎么演到什么给我 给我感觉到什么 如果我要感觉到 你很恨的一个情绪 这好像中漢男 其实有一个镜头啊 我每次看到 是 我们叫什么 齐 齐个的 就是当他知道 他妹妹 真的 死的原因之后 你们记得他拿出这个来 在车里面 但是我告诉你 他当时候是不知道 他妹妹是怎么死的 因为我们是挑拍 挑拍的 我们还没拍 他妹妹怎么死 我只是告诉他 你现在追踪 真的知道 他妹妹怎么死 我现在就告诉你 他妹妹是怎么死的 他纯粹是宽赏 出来那个表情 所以我就看着那个监控器 我真的看到他的表演 是告诉我 他妹妹死的很惨 那我就觉得是可以过了 如果我没有感受到 他的表现 还是表情 我没有感觉到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 你知道你妹妹怎么死 然后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让你有多伤心 那我肯定就是不过了 我就说就来一条 再来一条 所以你们可以 因为如果你当演员的话 每一个导演要求你的 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没有原因的 那就不是好导演 谢谢导演的分享 作为 大家同意吗 所以说的 就是以后我们合影的时候 对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合影 但是他很不错 他起码在看电影的时候 能够看到那个感同 有共情 所以其实是有 有那个 对 非常有那个 他有在想 他有在思考 对对对 起码有这个波子 幸福呢 我忘了我忘了你这么高 你可以往前走 你可以 你可以 希望 希望以后有机会 在那个 在那 和作品公道里 我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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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看你们一起合作 看有机会 好 谢谢佳人 希望你们在表演路上继续努 来 我想提一个问题 关于电影和主创们之间的这种合作 就是导演刚刚其实也讲到 说他要求的是能够打动到他 他作为普通的观众 能够切入他内心的 所以我想问几位主演 在出演的过程当中 导演对大家的要求 或者说对你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现在回想一下 你觉得他对你们说的是什么 在片场的时候 最常跟你们说的一句话 导演 他是很理解 那个角色里面 想需要什么 他会 在拍摄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 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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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很容易的 投入这个角色里面去演 所以就是 其实我跟彭豆拍戏 我是很舒服的 他把所有想要的东西 说给你听 然后你记下来 演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合作是很默契的 那个我 谢谢 这个我是第一次跟彭豆合作 我是咱们大陆的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我跟我合作的几位主演 包括导演 他们都来自咱们香港 所以在第一次的活动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我心里的忐忑 但是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就是导演 对于我的鼓励 他对于每一个演员的那份爱护 和他激发你身上的这些潜能 刚才那位同学也问到了 就是说 演员如何规划自己未来 其实演员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职业 好多演员都是甚至几十年都默默无闻 但是你只要想做一个演员 就要把自己搁进去 要看那些敬业的 真正为电影而活 为了电影而生 为了电影表演 而去奉献自己青春才华汗水 甚至是这个身体的这些演员们 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 从过一部电影 能够看见所有创作人员的心血 和导演的欧心力血 以及我们所有主创的努力 感谢大家 谢谢老师说特别好 来我们继续 那请几位青年演员们也分享一下 在片场导演对你们说说做动的话 赵老师都讲的差不多了 没有 因为导演这次让我们感谢他 是他对杨琪的一个塑造 他很愿意 就像赵老师说 像慧哥说 他很愿意掏心掏肺的 跟你说这个角色是长怎么样 他不是教你怎么演 他是告诉你 他如何想要这个角色呈现出来的人性 大家看着会有共鸣 不要去做什么事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代价 所以这个角色很谢谢导演 谢谢 我觉得导演他在现场很会调度演员 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位母亲 但是在戏里面要演一位母亲 那导演他也不是一位母亲 他怎么样去跟我说 他说每个人都有母亲 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你怎么样去演绎 那一个你经常去接触的那个人 然后这就是他给我的一些很好的启发 所以出演也很有帮助 好 我也来说 我得说一下 我也是毕竟第二年毕业的 然后我突然想到 其实导演讲的 想到我的一个瞬间 也是导演给了我很多鼓励的瞬间 但是不是语言上的 是一个眼神中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在一个会场上 然后大概我们不是 我混在几十个群众演员里面 然后不知道摄影机能不能拍到我 然后导演说 你刚才很好 你刚才所有的细节我都注意到 但我不知道导演会注意到 你像今天这么多人 我也能注意到 真的有的人很用心 刚才有一个女生她自己 用她的笔写了一个困索 说明她真的用心了 她真的喜欢我们电影 谢谢大家 我说说 我在音乐里面说 真的 真的 每一个给人说一句话 其实很多演员拍的时候 都以为她不中央化 就是不是拍我 其实真的不是的 如果我 我作为一个导演 你需要每一个角色都要无益 就是我的世界里面的每一部分 所以我肯定会来 因为为什么我会留意 因为我相信 观众都会留意到 你们一个眼神 或者是一个微动作 或者是一个表情 如果 有观众留意到的话 你都已经成功了 所以千万不要 哎我只是来 就当那个推占 或者是那个 就是 假路人 或者是什么 其实不要有这个心态 其实如果你特别给观众 或者是导演 发生 我他是谁 我们很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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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影的时候 真的 我真的知道 戏不在这个人身上 但是他已经在演 我们全都会看到的 我们全都会看到的 观众都会看到的 用心配戴每一个角色 就是能够收到真诚的回应 谢谢导演的分享 同时我邀请我身边的制片老师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作为这一次电影的出品方 我们是中港合拍片 那四川 我们的电影公司 从这里出发去 进行了拍摄 然后又回到这里来做路演 你的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 呃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会忐忑吗 不光忐忑 其实我们这个影片 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跨度 其实第一稿的剧本 所以我们导演我们一块 应该是18年就做了第一稿了 然后19年 然后筹备了第一次 然后也没太顺利 那个时候 然后20年的开始了第一次的拍摄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X原因嘛 然后呃 我们拍了一半 然后又停下了 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拍完第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又去了 就停了大概有半年 到21年的五月 然后我们再拍 在成都回到成都 拍了第二个阶段 所以我们这个影片 其实有三到四个阶段吧 然后挺挺不容易的 然后呃 大家看到的影片 也是我们经过了非常非常坎坷的路 然后才最终呈现到大家面前 因为里面有些东西也是因为 那 了解 然后就 所以 但是至少我 我看了起码 不下一百遍 嗯 对 所以 大家也没有找到我也演了 所以跟他表演说那个话 哈哈哈哈 是哪个角色 哈哈哈哈 我刚才分明看到了我们制片人 眼睛里的泪花 嗯 其实电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特别是作为电影的制作人 他们在幕后 可能不是那么多的人能够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他们是我们电影的灵魂 他们去四处筹措资金 把自己的身家底来读在电影上 呃 在此呢 为那些热爱电影的我们的幕后的人 工作人员 为他们鼓掌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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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最后说一句 谢谢我 我作制作人我说一句 我看 他的电影长大的 哈哈 然后 呃 我这不能说啊 哈哈哈哈 原报这些什么意思 到了出去出不去了 然后 谢谢各位 我的前辈 他们都是我前辈 嗯 然后 让我有那四个字 刚才我在第一场我讲过 用下 照进 现实 六个了 哈哈哈哈 就四个四个四个 对 照进现实 OK 了解 理解这篇 呃 说了这些话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九十多分钟 但其实是背后很多人的 三年四年五年 甚至是全部 所以也希望大家除了看到电影之后 也能感受到所有工作人员的诚意 然后帮我们为这部电影多吆喝几声 好不好 好 谢谢 支持一下我们的四处电影人 还有我们热爱电影的中国电影人 谢谢大家 最后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大麦 有请 最后这部电影能够票房大麦 从成都出发继续走到更远的地方 并且路能够越走越软 希望大家支持电影困兽 最后呢我们邀请主创跟成长的好朋友们 一起合影论练练 有请各位掌声 前排队朋友们大家不要往前哦 各位我们说好的 在一个好的秩序下 我喜欢过来 小花 下花 小花